随着各种PS技术的发展,照片开始层出不穷,就连女明星也有很多都要日常修图才会展现自己,那么你们想不想看一下早起没有经过PS的女明星的样子? 今天就让小编来带大家看看,那时候的女星们刚进入娱乐圈的唐妍长相一般,笑起来使脸上的烈士全都凸显出来了,不仅让人看到了她的包牙,苹果鸡也十分突出,看起来和如今光鲜亮丽的样子截然不同,并不算太好看。 同心出身的杨幂在早期时的样子看起来很是别扭,显眼的宽下巴让她的脸看起来很方,不过为了能够获得尖下巴杨幂也是够拼的,现在的杨幂实在是太漂亮了,女神范十足,迪丽热巴早期的样子虽然青色,但还是很美丽,即使没有经纪公司的包装,也能靠颜值来圈粉无数,如今成为人气爆棚的女神也是应该的,相信以后她能够越来越好。 刚出道的赵丽颖,虽然还是那张圆圆的娃娃脸,但是穿着大扮看起来土里土气的,带着浓浓的香土气息,不过努力的人总有机会成功,跑了十年龙套的营宝如今,成为了人见人爱的小仙女,也算是成功的逆袭了。 刘诗诗是不折不扣的古典美人,年轻时的她清纯甜美,笑起来尤其好看,特别是她身上自带的温暖气质,看起来让人感觉心旷神怡,难怪能够迷出无其隆,而且婚后生活相当幸福美满。 最后要说的就是舒畅了,初见舒畅,时是她扮演的董乐芬一角,当时的她看起来清色稚嫩,但是清纯可爱的样子一登场就惊艳众人,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都完全不输如今的单红女星,不过她却一直活不起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